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我们距离三月份的时候 开箱三星的数项折叠屏 Galaxy Z Flip 已经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当初这款产品在推出的时候 被很多用户吐槽的一点就是 它是一个售价一万块钱的 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块钱的 居然不支持时下最流行的5G网络 那么时隔四个多月之后 三星终于把这款机器进行了升级 带来了三星Galaxy Z Flip 而且一下带来了两个 4G版的这个紫色 我具体记不住官方叫什么名字了 是我认为2020年到今天为止 最好看的机型 男生也可以用 女生也可以用 非常的中性 在5G版本上 我们看它更新了两个配色 一个是我忘了官方叫什么名字 我们姑且叫它古铜色 另一个是要做官方也忘了叫什么名字 我们姑且叫它深空灰 这两个配色 首先它在做工工艺上和4G版 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它采用了现在可能更流行的 磨砂玻璃的质感 三星的触摸感它摸上去要比国产手机 比如说P40 Pro Vivo的X50 Pro Plus 它们的玻璃摸杀感要更粗糙一些 应该没有iPhone的那么粗糙 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 所以说大家看 我在4G版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非常容易沾染指纹 这个指纹虽然说前后两面都有输油层 沾染指纹是你擦一下 其实就可以擦掉了 但是有时候想给朋友啊 同事啊 炫一下说 你看我这个Flip 全身那个指纹 赶紧先擦一擦 尤其我知道很多小姐姐 对吧 手上涂的这个双啊 那个油啊 对吧 平常你们一摸这手机 那后边真的是一个指纹大赏 那么现在如果配这个5G版的ZFlip 它的这个磨砂工艺的话 基本上不会沾染指纹了 灰色这个版本 大概是这样 大家看到了吗 非常非常的好看 灰色这个版本呢 除了玻璃的部分 是磨砂玻璃 整个金属边框的位置 也都是金属灰 就这两个整体性上来说 我觉得要比4G版的更强一些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这两个配色 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深空灰这个配色 这个配色真的质感非常的强 就好像当时那个 iPhone 11 Pro 刚推出深空灰那个配色 一个让我觉得 就是很符合三星非常精致的做工特点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全新的ZFlip 5G版本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屏幕 它居然也是磨砂材质的 你的机器是什么颜色的 这个位置的数字就是什么颜色的 这个小东西能干嘛 我给一些新同学不太了解ZFlip 这款手机的同学来介绍一下 它能显示电量 时间 左边有个小红点 我们从中间向左滑 它能够显示你这款手机目前接受到的通知 如果你是发收到了一条信息 那么它会把这个信息的内容 快速的在这里进行一个预览 比如说我现在在播放音乐 大家看 然后我从中间向左滑 这个时候 它就会出现你现在正在播放的音乐 它可以作为你在自拍的时候的一个预览的小镜头 双击这个开机键 大家看 这个位置就会预览一个小小的小镜头 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识别去帮你拍照 这就是我刚才拍照的效果 三星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这个美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你想使用这两枚镜头中的超广角的话 那么只需要在这里滑一下 比如说我要自拍 大家看 这就是用超广角拍摄的 这个就是用广角拍摄的 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5G版和4G版的差别 它的SIM卡的位置变了 4G版的SIM卡的位置 大概在偏近于机身边缘的位置 但是5G版更接近于中间 即使它是5G版 这款手机依然是一个单卡槽 正面的边框 如果你从视觉上观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边框似乎变窄了 4G版的时候 它紫色或者青色的金属边框 是到这个位置 但是在5G版上 它的金属边框下边 又多了一层金属镀条 从而实现使黑色边框 在肉眼观看上来说 要变得更窄了 从美观度上来看 我觉得5G版的是要比4G版的边框 要更好看的 这款手机在5G版的时候 出厂自带贴膜了 看到了吗 摄像头明显流出了一个挖槽的区域 但是由于它本身 它支持一个这种翻折保护屏幕的存在 所以日常这块屏幕接触 被划伤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使用4个月 我这块屏幕几乎没有任何的划痕 再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核心的升级 就是它支持的是高通骁龙865的处理器 865的处理器 应该是目前安卓手机最强的一枚处理器了 但是考虑到这款手机的定位 其实我觉得这个处理器上不上 对用户本身的使用体验 差别不会特别的大 当然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可以堵住那些不买它的用户的嘴 另外大家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点 就是折痕的情况 折痕到底有没有了 还在不在 还在 还是那样 折痕基本没有改变 如果你之前接受不了折痕 那么现在你也接受不了折痕 如果你之前觉得折痕无所谓 那我告诉你 这个折痕其实使用四个月 也还是这样 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 折痕对我来说 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这个方盖 可能有一些学生的 对吧 可能喜欢更喜欢性价比高一点的机型 觉得这个折痕扉脱裤了放屁 但是我自己认为 这个折痕扉恰恰是它的核心 这种所谓的差异化 或者走在街上带来的这种美观感 以及它的便携感 让我觉得这款手机放到一众2019和2020的机型中 我都觉得它非常的突出 其他使用的环节 基本上和一款普通的纸板的机型差别不大 包括它所有的应用的适配 包括它在看视频时候的选择 至于对于这个翻折屏的优化 我们在之前的那个评测中已经提到了 一些三星第一方的软件 比如说拍照 我可以在这个前置镜头打开的时候 用上边这个屏幕来进行一个自拍 然后比如说你放在桌子上 哪怕离得比较远 这个时候我伸一下手 它就可以自拍了 这个功能 我觉得可能 可能还是更多的 针对于小姐姐吧 我自己使用了四个月 几乎没有在桌子上自拍过 对于这款手机在购买上的推荐 我自己的建议是 它就是一个主打外观的一个非常扎实 好用的手机 你不需要担心这是一款折叠屏 而带来某方面的损失或者缺陷 这些都不用担心 它比其他手机贵的一个核心原因 就是它拿出去的时候 比其他手机更炫酷 现在新的5G版本 售价是12499 就是它比它贵了500块钱 就能从4G版升级到磨砂工艺 升级到5G版 这个价格可能有些同学说 我的妈呀 这也太贵了 但你要考虑到 三星之前在中国还有一个W系列 对不对 新系天下系列 原来就上边一块小屏幕 下边一个按键 那个还要卖好几万呢 那现在整个正面都是一块屏幕的情况下 采用一个这样出色的外观的磨砂设计 这个现在卖12499 对于它的目标群体来说 一点都不贵 这款手机的目标用户就是那些有钱 根本就不差钱 根本就不会去研究拿款手机性价比高 拿款手机性能更强 拿款手机是7纳米的 拿款手机对吧 1亿像素5000万像素 根本不会研究 它们的需求就是能拿出一款 让别人觉得 哇 这个机器是什么机器 怎么那么好看 这样的机型 然后打开这个翻盖 没有任何需求 没有任何事 看看时间 然后把这个翻盖 合上 创进口袋里 这样的用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